另外花林施工所从9号开始展开了狂血疫苗的施打注射工作以及宠物登记服务 请饲养狗狗或是猫咪的花林乡亲在指定的时间之内 能够就近的前往指定地点施打疫苗 带着宠物前往施打并且办理宠物登记 给宠物一张保护的身份证明 狗狗和猫咪是人们最贴心的伙伴 当决定饲养它的时候就要善尽四组的责任和义务 花林施工所8月9号起到8月31号 受理狂血病疫苗预防注射及宠物登记服务 市长魏家警表示人要打疫苗 家中的毛小孩也要记得定期施打狂血病疫苗 以保障宠物的健康 我们从8月9号开始到8月31号 总共有17处的礼办公厅 开始来寻回注射我们狂血病的疫苗 跟晶片的一个植入 那在狂血病的疫苗的部分 我们会着收140元的一个费用 那在晶片的部分 在小狗的部分是晶片是免费的 那我们希望说所有的相信朋友 能够把自己家中的爱犬 那带出来注射狂血病的疫苗之外 也能够把它植入相关的晶片 那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 都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 那希望未来狂血病真的能够在我们花莲市 等于说消失掉 那也可以让动物有一个安心的地方 那花莲市公所在这17场的场次里面 如果说在当里来不及来带自己的爱犬爱猫 来做相关的注射 那也可以到其他的里别来做相关的一个注射 跟植入晶片 那详细的资讯我们也都发送到我们各家各户 那再来就是如果说资讯还不了解的话 也可以上我们花莲市公所网站 那也请大家爱自己的犬猫 也要好好的来照顾他们 花莲市公所与花莲县 动植物防疫所或者是花莲市各个合格动物医院来办理 相关的施打地点及日期 可以上花莲市公所网站来查询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